現在綠營捲入了性騷移營當中 現在侯友宜抓準機會大打入戰 就在這禮拜六 他到了台中去找最強母雞 最強母雞是誰呢 當然就是盧秀燕了 現在侯爐同框助選情 但是先買個伏筆 中部的未拆彈 現在也考驗的是侯友宜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 他們在活動當中 這個盧秀燕就直接講 大家要一起幫忙 侯友宜也接了這個球 他說我一定會認真參選 感謝台中的鄉挺 這時候他也對台中的一些規劃 未來如果當總統的話 有什麼規劃呢 包括一定會主打台中議題 像是捷運燃線 耿中火減煤 這是台中人最關心的議題 另外盧秀燕也把一些 紅派黑派的大佬 還有一些政商的一些大佬們 全部都直接抓過來 來跟侯友宜做介紹 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 好我們來看到是像有誰 紅派大佬叫做張青塔 他說總統大選不分派 只有中華民國派 在挺侯友宜 另外黑派的出席名單是有誰呢 從左邊到右邊 第一位是前台中縣長陳根金 第二位是前立委陳潔如 再來是顏立敏跟顏寬恆 由於因為顏清彪沒有去 因為顏清彪他之前 不是說跟郭董非常好嗎 如果顏清彪沒有去 大家會說這個是不是有裂痕呢 所以今天他們怕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特別派了顏寬恆跟顏立敏一起去來打破謠言 那現在侯市長他講話也會比較嗆辣一點 包括賴清德在嘉義直接喊出 我要贏十萬票 那這個侯友宜聽到就說 唉我連子彈我都不怕了 怎麼會怕臭丹呢臭丹 這個是算是比較有趣的經劇已經出來了 來源氏們來談一下 現在國民黨的另一隻母親已經出手了 他祝侯之後真的能夠團結嗎 然後這個氣勢能夠成為一個轉捩點 唉我其實覺得侯友宜見盧秀燕 而且盧秀燕那一天在台中 這樣子相挺侯友宜 我覺得大家有吃一點定心丸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侯友宜的民調 他的民調有點下滑對不對 沒有往上 我認為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藍營的基本盤還沒有回歸 那這部分還沒有回歸 很可能是比如說郭粉 韓粉 甚至一些藍營的支持者 也許他們前一段時間看到國民黨在徵召過程當中 比較混亂 所以他們轉而未表態 或者是對國民黨有點失望 然後也看到為什麼這些國民黨的大佬 總是不能夠大家一起站在一起 相挺侯友宜 產生了失望 那盧秀燕他本身 雖然他不算 在我們黨內不算大佬級啦 可是他也算人氣王 他等於是忠霸主啦 其實之前在我們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其實蠻多人都希望他來幫我們服選 我知道好像有幫淑慧也有服選過 對 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歡他 那所以盧秀燕跳出來去支持侯友宜 那固然是因為他們兩個感情本來就不錯 可是他其實有一種示範跟宣傳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國民黨 慢慢是朝向團結這個腳步邁進 一步一步當類似盧秀燕這種 在我們黨內有份量的人 一步一步站出來的時候 那種團結就是指日可待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這種期待感 所以我當然也是希望就是說這個成為一個轉捩點 未來呢不管是黨內的大佬也好 逐步都可以站出來 那我也覺得說這需要一點時間的累積啦 為什麼呢 因為就成如王金平院長所說的嘛 他跟侯友宜見面第一次的時候 他講說跟侯友宜市長不算是太熟 可是上個禮拜晚上李全龍又約大家吃飯嘛 對不對 先見面不太熟吃飯了 下一次慢慢熟了 一開始可能在競選總部主委這方面 因為我跟你不熟 我當主委也許我不能夠指揮你的部隊 對不對我會有點擔心 可是當大家默契越來越好的時候 那王金平院長他也會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 跟他的人脈 這就是往好的方向去邁進 那這個是人脈的組織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大家有觀察到就是 侯友宜他到各地去 其實會講到各地民眾關心的事情 例如說台中人他就是關心台中捷運嘛 對不對 那台中捷運其實地方政府有時候 總是覺得這一塊會跟中央 尤其是不同政黨的時候 在溝通起來會特別的不順利 像是捷運藍線 之前林佳龍自己的規劃 然後當盧秀燕也按照這樣的規劃 往前進的時候呢 到了交通部反而會被打回票 當時就會覺得這樣非常奇怪 那如果我們是同黨的 如果是我長資源的話 盧秀燕未來你不會遇到 跟中央溝通不良問題 而且我資源會跟你更多 那地方的人聽起來就覺得 你有講到我們的心聲喔 第二個 這個大家就相挺嘛對不對 我全力支持你 那未來你也多給我一些建設 這不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嗎 所以我是蠻期待這個轉捩點的發生 會越來越來越好 來蘇惠姐你怎麼看 這次盧秀燕他是用一個市政交流 來替侯友宜來服選這個選情 那其他藍營縣市長 好像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是你們現在的勝利方程式 當然我覺得台灣民眾 永遠想要聽的是政策 而不是一直是政治 那談政策也是侯友宜的專長 因為他說是副市長跟市長這麼多年 每一個城市會遇到的市政問題 是差不多啦 大同小異 每一個城市的問題如果他能解決 那就是解決了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盧秀燕市長不只是台中的大母雞喔 不要忘了他的這個領導的 這個中台灣區域治理平台 是橫跨八個縣市 中張投 雲嘉南 竹竹苗 在這八個縣市裡面 其實跟盧秀燕市長的關係都非常好 所以決戰中台灣 如果盧市長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幫侯友宜構到這中部的八個縣市的話 那對於侯友宜來說 就是半壁天下已經穩定了 那我們知道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面臨了內部問題 但國民黨內部問題很好解決 只是我們內部整合的問題而已 不管是跟郭董市長的關係 或跟這個韓國瑜的關係 跟你人嘛 中間還有很多年酌劑 大家會扮演這種年酌劑 像李乾隆修四 把大家拉起來坐下來 最終到了選舉的當下的時候 國民黨還是會團結 但民進黨面對的內部問題 就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囉 他面對的是內部一件一件的性騷擾案件 他的內部問題已經爆發成為說 外部民眾對於民進黨的看法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這些所謂的 被他們壓住的內部問題 拔出來後好感度暴跌六成 所以兩個黨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師姐我想問 現在大家都想說你侯友宜去中部 有大母雞來幫你撐腰 但現在中部的未拆彈 你覺得是有解嗎 我覺得侯友宜 剛剛國民黨的人都在講說 這個內部整合看起來這個會越來越好 但問題就在於說侯友宜的內部整合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關鍵又不是盧秀燕 你關鍵是顏清彪這個人 郭台銘這個人 周典論這個議長 謝典玲這個議長 那些才是你真正應該要去整合的對象 那可是對侯友宜目前的行動來說 看不太出來在這些關鍵的人上面 做出了怎麼樣子卯足全力的努力 就使得最大一塊拼圖叫做郭台銘 到目前仍然沒有任何可能要見面這樣子的跡象 那這個對於整合來說當然是不利的 盧秀燕支持侯友宜 這件事情會讓大家覺得意外嗎 不會 所以他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拼圖 那侯友宜去拜訪的這些人 包括了像是陳聰 然後什麼管宗明 然後蕭萬場等等這些人 坦白說這些人本來就會去支持你侯友宜 對 所以你的努力方向沒有打到那個點上 來 事前我們剛剛提到的柯文哲 你老闆 我們來談一下是現在有個說法 好 就是民進黨現在流失的票往民眾黨這邊跑過去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侯友宜積極去跑陸戰 柯文哲去日本 那去日本回來他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我想下一步會是什麼 就是把他的政策講得更清楚更明瞭 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侯友宜去見了誰 見了誰 見了誰 這些人代不代表民意 代表民意 可是其實真正侯友宜現在需要的是中間選民 加上年輕選票 對 見這些大佬是在穩固國民黨的信心沒有錯 可是我認為對於中間選票跟年輕人是沒有實質上幫助 與其去見這些人 你倒不如把你的立場講清楚 剛剛各位有提到 侯市長去到各個縣市 可能會講一些各個縣市的議題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他需要關心的是新北市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美麗島民調 剛剛講到美麗島民調 侯友宜在新北的支持度是兩成多 賴清的是四成多 柯文哲也是兩成多 這代表什麼 今天的新聞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新北市 我們的合一合二的送審 新北市現在放行了 就台電說我不送了 說真的 台電的不送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現在是怎麼樣 變民進黨打手 賴清德都講說他都可以 何能可以當備用能源了 你現在突然間不送了 給你送你不送 然後新北市是說我現在放行了他們不送 這些東西沒有講清楚 我想民眾是會有疑慮 包含年輕人 大家怕的是什麼 未來缺電 綠的嘛 以前讓你送 你說送不過 現在給你送 你不送 侯友宜也是一樣 過去說沒有核安沒有核能 我認同 所有人都認同 可是你現在突然間放行 請問你核安的是什麼 立場是什麼 我看到藍雲的立委說 侯友宜對於核安的立場沒有變 沒有錯 可是核安到底你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要講清楚 還有你對核能的立場是什麼 這些是關乎到我們新北市民的安全 因為核一核這些 新北市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如果都沒有講清楚 如果只是跑地方行程 見這些頭人 我想這個幫助是有限的 來 原汁 對 第一個 每一條電子報的民調 他說我們新北市只有兩成多 其實我個人是不太相信 我覺得這個抽樣一定會有誤差 為什麼 因為它的樣本全國是一千多份嘛 一千多份 然後放到各縣市去 可能都剩下一兩百份而已 那一兩百份你就要說它的那個參考度有多高 其實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第二個 剛剛四川講的那個核電 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那個 現在其實大家講的是 乾式儲存潮的問題啦 乾式儲存潮 台電如果不送 那新北市政府當然是無從核定嘛 但是現在後宜因為是選總統 所以如果他選上總統之後 他當然可以指揮台電 就是要求台電趕快送件 送件之後 乾式儲存潮如果通過之後呢 那現在在水池裡面的 用過的燃料棒就可以弄到乾式儲存潮去嘛 那在反應爐裡面的燃料棒又可以退出來 所以合一合二就可以達到研議的這個狀態嘛 當然是往那個方向去走啦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是要等他可以去中央 然後去當總統之後才能夠處理嘛 那至於說他的核電政策 他自己有講了 7月的時候 他會很完整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可以這個燒案誤照一下 淑慧姐你怎麼看 現在侯友宜他的人設也開始慢慢在改變 他竟然講了超大量的字 是不是要跟這個韓國瑜來斥敬一下 你怎麼看他人設有稍微轉換 之前大家都嫌他說講話太無趣 永遠就是中規中矩的 但我想是這樣子啦 台灣民眾到底我們想要選的是一個 很會冷笑的 還是很會做事情 最會冷笑的叫陳水扁啊 結果下場是怎麼樣 就是也是很會貪污的 很會貪污 所以之前大家覺得說 侯友宜很無趣 我們也一直告訴他說 選舉就不能只有做政績 因為新北市以外的人看不到 所以選舉你也要稍微 要偶爾要講一下金句啊 把你心裡面最老實的話就講出來 之前他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心情 不爽 對賴清德不爽的心情 他可能就想說我是新北市長 我不要去跟賴清德打嘴炮 或是去講話太犀利 但現在選舉有時候 把你真實的想法講出來 把你真實的情緒講出來 民眾才會聽得懂 就是你對於這件事的態度是怎麼樣 他好像已經找到了一個競選方程式了 開始會講這些話了 對 我覺得政策要有啦 那有時候講一些讓人家覺得耳目一心 覺得有趣的話當標題我覺得也要有 所以他現在正在進步當中 除了會做事以外 可能這個我們也希望他口才 稍微再練活潑一點 對 來 袁智英怎麼看 現在侯友宜去找了紅派跟黑派 這個對台中的派系整合 真的有很大的差別嗎 這個我覺得有牽涉到侯團隊 侯幕僚的想法啦 有些人可能他想要早點見 有些人可能是想要晚點見 有些人可能是現在在氣頭上 可能要見也見不太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通通都要去化解 根據每一個人的狀況都要去化解 譬如說像郭董 郭董可能現在有點期許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判斷 郭董在金門和柯文哲會見之後 感覺上他比較有一點點釋懷 因為你看前一天有去看海 後來隔天人就覺得說忘記了 就是感覺有點釋懷 所以實際上可以再多一點誠意 去跟他接觸 或許郭董是可以回來 那韓市長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韓市長可以早點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 還你必把賬